民進黨的前部的賀春博 在一級百空年 鑑察委員 前期選舉的時候 沒有接受用一千萬歐西 電動幫助入清 接著頭一位 黨外的鑑察委員 賀春博的故事 現在讓人去做紀錄片 暗算在接過的時候 會配合電郎來奉上 外面裡面是一級百空年 黨選鑑察委員的郵親 跟另外五位 把關鍵票回到郵親的新議員 那當時有人要用一千萬 跟紀錄郭春博來買票 但是郭春博是沒有接受 郭春博一級22年出席 在台中 原本是記者 一級五空年來中間 到入臺灣的一百的民主選舉 當選台中市議員 羅伯也做過新議員 總統府的國市國部穩定頂 現在他的故事 讓人去做紀錄片 幫助當國的秘書 郭春博 郭春博在台灣 國安委委員委員體制 行向民主派的過程 扮演重要的角色 今年十月 齊三是郭春博百年的面積 現在郭春博本教基金會 協議落平 除了十月份會扮電燃 未來也會跟市議合作來訪言 讓大家知道郭春博的故事 既而家郭北部總統 都輸出了 第九福 吉家國報堂 在這兩位 百人 感谢观看